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故事讲了一个电台主播稀里糊涂认女儿 歪打正着追女神的故事 哪怕只是为了外表憨态可居 实则腹黑狡猾的小激动 没错 就是存在于你表情包里的那个小男孩 也能指挥你一个多小时的观影时间 相信不少观众在看完电影后 都会产生生个孩子玩玩的冲动 影片的开始 电台主播南秀贤 接到了人气很高的单身妈妈黄振南的电话 作为主播 南秀贤和他聊天 鼓励他去找父亲 并且努力完成自己的梦想 却不知道自己的生活 马上就要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刚拍完广告 事业正顺的男主角 就在要与新闻主持人约会的时候 家中来了两个人 居然正是电话中的黄振南 并且还附带了一个自带表情包属性的男孩 黄振南自称是他的女儿 当然 这样的报价新闻 他完全接受不了 这时候女主持人也来了 拥泰摆出之下 他决定和女主持人分手 他也害怕绯闻影响自己的事业 而不想承认母子二人 却被女儿抓住了把柄 而不得不暂时收留两人 原本简单具有品质的生活 现在却被半夜梦游的激动 早上吵闹的激动 乱涂乱画的激动给打乱了 抱着最后一丝希望的他 带着女儿去做亲子鉴定 结果不言而喻 于是子孙三代开始了痛 并快乐的生活 南秀贤用尽一切方法想让母子离开 期间发生了各种啼笑皆非的事情 并且在喝醉后 居然做出了母子可以住下的承诺 由于黄振南不再给节目打电话 导致收听率大跌 迫于压力 南秀贤开始冒出女儿 写信给电台 一天他正在主持一档选秀节目 女儿突然到现场参加比赛 结果却意外地一炮而红 收听率也随之大涨 他为了让女儿安心参加比赛 于是带孙子去幼儿园上学 然后一大一小两人都遇到了自己的女神 三人的生活也越来越温馨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母子二人也住进了秀贤的心里 母子因为打扮不入食而被周围的人歧视 他便带两人去商场买买买 焕然一心的两人也开始享受自信的生活 郑南的男朋友因为看到了节目而找到了他 郑南也很开心 而基东也在学校展现了他会弹钢琴的隐藏属性 俘获了女神的芳心 南秀贤让基东当卧底 打探幼儿园园长的个人爱好 基东的成功卧底让他开始与园长约会 而另外一边 沉浸在恋爱中的郑南却被男友拍下照片 从而无认为母女俩是情人关系 这件事也成为所有事情的转折 两人进而闹翻 这些照片又被记者看到 秀贤的事业也受挫 因为郑南男朋友的醉酒闹事 妇女发生争执 郑南带着基东离家出走 慢慢 秀贤开始堵物私人 想念三人一起的快乐时光 母子在餐馆工作生活 本想最后一次打给男秀贤 秀贤却鼓励他完成自己的梦想 随后 郑南的表现征服了所有人 但是表演完后 基东不见了 感到无助的郑南只能求助正在直播的秀贤 秀贤面对基东的失踪和哭泣的郑南 再也无法压抑自己的情绪 在发出寻人启事后和女儿到警察局报案 这时 郑南的男友也赶到 秀贤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后叫上了他 但是这一幕再次被在一旁躲着的记者拍到了 超速三代的结局到底会是怎么样呢 不妨在这个周末浪费一个慵懒的晚上来寻找答案吧 片中的男主角曾经是走红一时的乐队成员 过期之后转为电台主持人 迎来事业的第二春 而这个男主角南秀贤的扮演者 车太贤其实也有类似的经历 在出演《我的野蛮女友》后 人气飙升 随后接着几部作品 却难以摆脱之前角色的影子 一度感到迷茫 直到超速绯闻的上映 一个大龄青年却把外公诠释的意外出彩 用扎实的演技再次证明了自己 而车太贤的儿子秀贤 也在本片中首次触电 客串了片中拍摄的一则电视广告 男秀贤的女儿黄振南 给大家留下了坚强质朴 甜美可爱的印象 她的扮演者朴宝英 又朝远年龄的演技 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真实单身妈妈的形象 大家看过影片后 肯定对于她在电影中唱的几首歌 非常有印象 那么是否是原唱呢 很遗憾答案是否定的 除了第二次去舞台时唱的自由时代 是原生外 第一次在电台唱的 也许那个是洪明正的录音 而后面的两首礼物和Walking on Sunshine 则是精致会场的 拍摄过程中 朴宝英曾主动向导演倾诉 想要自己唱 但是导演出于对歌曲致烂的把关 最后还是选择了另外两人录音的版本 影片中 他和姬东的互动温馨 有趣 黄志南的形象非常立体 让人感受到他既是妈妈 也是孩子的一面 而黄姬东的扮演者 可能要比车太贤 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更深刻 姬东给我们带来的可爱 不只是孩子的憨态 还有一种来自单亲家庭孩子 早熟的邪气 与他年龄的反差 使人忍俊不禁 相信他那标志性的假笑 早已印在了你的脑中 和你的表情包中了吧 出色的表演 也让王希玄成为了炙手可热的童心 电影刚上映时 由于俗套的情节 并不被看好 票房也一度低迷 但是过瘾的品质 就像我们的大圣归来 和夏洛特烦恼一样 依靠自来学的传播 使得后期票房攀升 总观影人次达到了800万 票房也重到了韩国的历史第五 并且拿下了当年的票房冠军 这部主线是亲情 支线是爱情的电影 也许我们看到一半 就已经能想到结尾 但这并不妨碍故事的精彩 和完整性 整部影片的看点之一 是男主角的转变 从刚开始的自我为中心 到关心家人 片头干净整齐的室内 让人羡慕却缺乏温馨 在女儿和外孙入住后 虽然变得杂乱 却多了份家的味道 三个人在一起 稀稀的画面充满了亲和感 这份温馨的亲和 却也带给了我们 与现实相悖的违和 家的温暖 是每个人都向往的 但是在快节奏的 生活方式中 我们又有多久 没有和家人 一起好好地吃顿饭 或者围在一起 对着肥皂具 哈哈大笑了呢 我们是否和刚开始的 男主角一样 过于急功近利 也许 慢下来的生活 才是我们所需要的 和家人一起浪费时间 做些无关利益的事情 这些无关利益 才是最有意义 最后 看了这张照片 我觉得导演 可能是拿自己 做原型写的剧本吧 明明笑起来 也是没有眼睛嘛 好了 本期的视频 到这里就差不多要结束了 大家记得关注 YP约个片的公众微信号 YP约片 或者扫描画面中的二维码 来关注公众号 我们会在公众号的评论中 抽出一位幸运观众 送出精美的小礼品一份 希望大家可以踊跃留言 并且多多提出宝贵的意见 好了 本期YP约个片 而且约到这 我们下周五再见面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